衛生局人員拿起肉品 一項一項仔細看 因為台中瘋狂超市 有牛肉被驗出來即超標 來自美國的冷藏牛健 在16號驗出來客多巴胺 0.02ppm 超過法定標準值0.01ppm 被台中市府開罰12萬 而被驗出來即的牛肉 是由台北總公司統一採購 同一批肉品有199公斤 目前已經全數下架 食藥署將再抽驗 違規肉品的前後批進口牛肉 該業者牛肉的邊境抽減比率 也將從5%提升到20% 而就這麼巧 同一天食藥署馬上發布新聞稿 說進口的豬肉包含美豬 總計2萬噸都沒有驗出來即 這是要借機替美豬洗白嗎 828反萊豬公投戰火 意外因為美牛來劑超標 提早被點燃 記者城區一城進以台北才報道